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 对外证实他已经口头请辞 主委的职务 罢韩6月6号结束 我6月8号就跟江主席提出 本来任期就到了 上个月就已经向主席江启臣说不当主委 已经担任两年七个月 台南党部主委的谢龙介 在党内的发言一直很强烂 我已经宣布了 我1月11号投完票 我就参选党主席了 去年雄心壮志呛要选党主席 这个时间点就是谢龙介说 任期届满可以卸任的11月 谢龙介要辞主委 被质疑是和募款压力太大有关系 自己要负担一点 可以啦还可以啦 我们这一点应该的嘛 对不对 其中说压力并不大 但是以台南市党部的开销来计算 19名的党工加上行政支出 一年要超过千万元 扣除了党费 主委要募的款项金额逼近900万 台南市党部一月份才从绕角 十多年的大马路旁气派办公室 搬家到社区 三四月更因为经费不足 党工的薪水制发了七成 今年三四月比较困难 就二三四那段期间 就疫情刚那个时候讲的很严重嘛 戴棺材议员 戏宇 曾庆凯 张士贤 谢龙界等19位议员 公民团体所提出的最新评鉴中 从问证态度和在地关怀来评比 一直忙着处理党务的谢龙界 被列为需要再观察的是议员 现在此党务 能不能专心的当好是议员 真的得好好观察 三点新闻王少爷朱宇荣 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